哈囉大家好 今天終於很開心的能夠拿到這個Spark的行動電源攜帶盒 相信各位在發表會的時候曾經有看過說 為什麼原廠下面有四個金屬接點 這是Windows的標誌嗎?其實不是 而且這個配件已經出現很多次在官網的介紹畫面當中 今天終於是出貨而且拿到手 所以想說跟各位做一個非常簡單的開箱還有介紹這個產品 好先把這個外盒打開 這個真的包裝蠻有份量的 這邊有個孔直接提起來就好 直接開門見三的就看到行動電源攜帶盒 這上蓋有點重 打開看看裡面好像有東西 真的假的 天啊 這裡面有那個等一下喔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把它出來一下 喔這是AC的那個電源線 這個東西看起來該不會就是那個原廠電池管家附的那個變壓器吧 型號 完全一樣 真的太震撼了 其實我當時在看官網推出這個 欸下面還有一個說明書 其實當時官網在推出這個行動電源充電盒的時候 看它定價其實3000塊以下還蠻划算的 完全沒有想到說這個變壓器可能價值就1000塊左右 竟然會附贈這個變壓器 當時呢我以為如果你要用這個變壓盒的話 你一定要先有買了這個原廠的電池管家 因為你需要用它的這個充電頭 去充這個盒子上面的充電孔 可是沒想到這個包裝裡面竟然很佛心的送了這個充電器 所以我真的蠻驚訝的一個部分 而且這個盒這樣變成它的CP值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變成說如果你是買單機版的人 你沒有買過原廠的電池管家 你還是可以啟用這個充電盒 而且不用再額外購買變壓器 這點非常的棒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產品 其實它的所有的電源開關 跟所有DJI系列的產品都一樣 按一下是看它的電量 然後如果你要開始充電的話 就是短按再長按 這個蓋子也不會隨便的就彈開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開關 切過去之後呢 這個蓋子才可以打開 這時候呢 你就只要把 如果你總共有三顆電池的話 就把兩個電池分別的扣上來 這時候呢 我們先把電源打開一下 這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現在有兩個燈號正在顯示 然後其實綠色的這個燈號呢 代表說它現在正在充這個電 這顆電池的電 然後這個橘色呢 代表說它正在待命中 這時候如果你的飛機上面 已經有一顆電池啊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個盒子 或是非常吸引我的功能就是 假設你今天 我先把空拍機打開 假設你今天飛回來的時候 你就從地上把它撿起來了 如果你要開始充電的話 或是你要馬上打包要走的話 其實你就根本就不需要關機 你就只要開機的狀態 把它放進去 有沒有看到 它自動的關機 而且呢 非常有趣的一個功能是 或是說很體貼 我覺得 因為它會想說你下次要飛的時候 一定是拿了就走 所以有沒有看到說 當你在把這個飛機放回來的時候 它會優先開始充電 飛機肚子上面的這顆電池 所以你看中間這個燈正在亮綠色 然後這時候呢 如果你把飛機拿出來了 比如說現在正在飛了 它就開始回去充 這兩個電池的其中一個 它充電的方式 跟原本的電池管家一樣 就是它會先充 其中的一個電池是比較快 可以充到100%的 它會先充那個電池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呢 前面有個孔是 5B2A的充電孔 代表說這個盒子 如果它是已經同時 正在充裡面的電池的話 如果你手邊有手機啊 或是搖桿 你都還是可以用這個 2A輸出的充電孔 去充你的搖桿 或是充你的手機 然後這邊呢 這個就是連接這個變壓器的地方 另外一個很喜歡的功能就是 它其實還蠻無腦的 就變成說如果未來你把這個 這個電壓器不能留在家裡面 比如說放在你的書桌上 你回家的時候 只要先插著 它很聰明的就是 它會先開始充電 空派機上面的電池 還有這兩個電池 等到這電池都充滿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充 盒子裡面的內建電池 然後說明書是說 如果只單純充盒子的話 只要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把這個盒子裡面的電池充滿 如果你的這三顆電池都是空的 加上盒子都要充的話 等於說所有東西一起充電 充到滿是三個小時左右 然後變成說你每次出門的時候 你就只要把這個東西帶走 一把就可以帶著跑 所以變成說你在每個景點跟景點中間的時候 你只要把空派機放回去這盒子裡面 它就會開始自動充電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還 也算蠻方便的 或是說給有強迫症的人 你只要把這兩個 它這個講了一個收納的功能 所以你只要往旁邊一推之後 它就會變成非常整齊的排列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包包 是不是可以塞到原廠的包包裡面 希望可以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 就真的太方便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Spark的全能套裝附贈的這個包包 順帶一提的是 這個包包最近發現 它有做一個小改款 就是如果你的內襯 是像這樣子可以拿起來的 就是新的版本 因為新的版本呢 我有看到另外一個改變 就是它這上面的小卡片其實有教你怎麼打包 然後呢 這上面呢 寫了 我當時看我也不太相信說 它竟然可以放Mavic 總共有三顆電池 還有它的搖桿 甚至連充電器都塞了下 如果我們有空的話 我們等一下 影片的結束再帶大家 真正來塞塞看 是不是可以把Mavic 三顆電池 搖桿還有充電器 全部塞進來裡面 好 話不多說 如果你今天要塞這個的話呢 其實你是 這樣子放進去之後呢 舊版的就沒有辦法 因為舊版的內襯是沒有辦法拿起來的 新版的這個包包是可以的 然後等到這樣放好之後呢 你再把你的搖桿 我還是會建議各位 用一個這個搖桿保護器 它可以讓你的這個搖桿 不會在包包裡面的時候 一直被擠壓到 你就把它套上去之後呢 斜斜的一個角度 一放 它還是很輕鬆的 這樣就可以帶出門 然後呢 蓋子當然 可以蓋起來 然後前面呢 還是可以放一些 槳啊 或是你OTG的傳輸器 都可以塞在前面這個縫裡面 然後呢 這樣子 雖然這樣一個包包出門 其實就代表說 因為盒子可以總共提供 額外三顆電池的電量 所以你帶一個盒子出去的時候 同等於你帶了六顆Spark的電池的電量出去 而且它很方便的是在你景點跟景點中間的時候呢 它隨時就是自動的把上面的電池充電 好 那今天的介紹呢 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產品 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它的質感真的蠻好 它有點鐵灰色的塑膠的外觀 然後前面有個Spark等字樣 然後還蠻多細節都做得很棒的 比如說它任何接觸機身的地方 都是用橡膠的 所以你看這邊有一個 跟機身底道的這個接觸點 它也是用軟的材質 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個 頭跟尾的部分 也是用一個軟膠的材質 避免所有任何額外的 或是不想要的碰撞 然後在馬達電機的部分呢 它也是用四個海綿墊 所以確保說這個東西呢 不會 這個電池盒不會造成機身上面的掛傷 充電的時候呢 就這樣一秒放上去 扣起來 這樣就開始充Spark的電池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 好 今天呢 就把這個電池盒的介紹 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的收看 現在呢 我們就馬上來塞塞看 它上面的牌子講說 可以放 Mavic 3顆電池 這個內襯一定要先拿起來 好 現在剛好這邊有貼了一個 假模金版貼紙的 這是一代的Mavic 它上面說 兩顆電池是先這樣子放 真的沒問題 兩顆電池 Mavic 的搖桿 而且它說 這樣子可以塞得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目前這樣放是沒問題的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主機 真的可以耶 真的剛剛好耶 所以你看 希望蓋得起來 希望蓋得起來 有一點擠 可是真的 沒問題 所以其實你看這個包包呢 可以塞得下 Mavic跟總共三顆電池 還有 甚至連 它的那個原廠電壓器 都帶出門了 通常我是不會這樣帶出門 不過 沒想到真的放得下 還蠻驚訝的 如果你這個不帶的話 它就輕鬆多了 包包裡面 就可以總共塞下 這些東西 好 所以這個包包真的蠻好用的 而且還蠻大的 好吧 這個 果然上面這張卡片沒有騙人 是真的塞得下 OK 謝謝各位的收看 就這樣 下次再會 掰掰